168 中國企業報 國之委救市令之後的反彈利好國企改革加速 2015年7月14日資本戰爭07趙零零作者、本部記者趙零零揚稱與製圖連日來 A股貧現千股跌停潮 面對暴跌 國務院國之委發出了強烈的維穩信號 率領111加央企承諾採取有力措施共同維護資本市場穩定 此次國之委站出來發聲 成為救市保衛戰的主角之一 說明中國股市已經到了關鍵時刻 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利敢對中國企業報記者表示 不減辭 要爭辭 國之委的態度十分鮮明 央企履行社會責任的時候到了 多加央企大頭維穩7月8日 國之委發布公告稱 維維護市場穩定 營造企業改革發展的良好市場環境 保護各類投資者合法權益 國之委要求各有關中央企業應用於承擔社會責任 做負責任的股東 在股市異常波動期間 不得減辭所控股上市公司股票 國之委支持中央企業增持股價 偏離其價值的所控股上市公司股票 努力維護上市公司股價穩定 在公告發出後的第一時間 多加央企上市公司緊急召開會議討論維護自家股票穩定的措施 並承諾表示不減辭或以增持本公司股票 以後包括中國建築、中國鐵建、中國神華在內的多加央企上市公司大股東 已經在8日當天進行了增持 央企增持會更快一息 增持會對市場影響見效更快 影響也比較大 一家整體上市央企的董備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預測 國之委研究中心專家許保利在接受中國企業報記者採訪時指出 從今年6月中旬至今 上證中指已經累計下跌了接近30% 股市暴跌已經讓A股市的蒸發了將近20萬億元 如果讓事態繼續嚴重下去 不僅會讓投資者損失慘重 更會給整個社會的經濟結構帶來傷害 有分析人士指出 如果央企從自身利益出發 應該絕對不會增持 前一階段 部分央企增在股價高位時大不減持就增引起不少的爭議 不過你敢認為 從經濟利益考慮 央企減持對自身來說是有利的 可以大幅減少風險 但是在關鍵時刻 國之委提出要從社會責任角度考慮 在股市異常之際要做出表述 要增持 不減持 也是無可厚非的 國企應首先顧及國家利益許保利指出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 央企想使公司的大股東是否能夠在第一時間作出增持反應 與自身的資金實力有很大關聯 不過有分析人士質疑認為 股市交易時市場行為 政府不宜干預過多 至於說央企是減持還是增持 這應該是遵守市場規律的企業行為 央企沒有能力讓股市漲多少或降多少 就是有這個能力 也不應去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這有操縱市場的嫌疑 同樣企要做守規則的市場主體是相貝的 對此 你敢認為 在一般情況下 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 按照正規分開來說 政府的確不應過問 應由市場自己調節 否則與改革方向相違背 但是在股市異常波動期間 應該按非常規律辦事 國企 聖國名企 具有社會與經濟的雙重使命與雙重責任 而首先要顧及的是國家利益 當國家利益與企業利益發生衝突時 應當以國家利益為重 這正是國企使人尊重的地方 也是國之委委揚企此次救市定的調性 你敢指出 國之委的兩定義常重要 一是對股市的定性是異常波動 一是央企參與的定調是社會責任 中石化副總裁 董事會秘書王文生在接受媒體記者採訪時表示 增持既體現了國企維護股市穩定的自覺擔當 也顯示出控股股東對中國石化股粉公司的未來發展充滿信心 就在王文生發生的同一天 中石化的交易系統在二級市場以買入方式再次增持了股粉公司 A股2600萬股,兩天累計增持7200萬股 約佔股粉公司以發行總股粉的0.06% 在中石化增持股票之前 有很多人擔心此次央企救市或許指示表面擁護實際不動 但是出乎意料的時,在國之位發聲明救市的第一天 中石化就真金白銀的拿出了4600萬股 隨後又增持2600萬股 並明確地把71.3%總股份的實情托底而出 繼混合所有制後,又在救時戰役中打響了第一槍 充當了急先鋒 對整個股市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李錦正,央企深化改革照常進行中國企業報記者注意到 此次國之委在公告中特別指出 國之委將會進一步推動中央企深化改革 加快企業重組整合步伐 提高市場化資源配置效率 對此,李錦分析稱 此次提及央企重組穩含著三層含義 首先,因為前期央企重組股成為一個級鐵石 大量資本進入、收效甚佳 而現在強調重組 則是表明央企的一個態度 讓群連壞立定心軟 進而吸引股民 其次,央企重組還會促進企業的自身發展 有了資金 資本市場搞活了 資本市值管理加強了 進而會成為央企重組的本錢 上海天強管理諮詢有限公司總經理 Boss 認為,央企通過增持等手段穩定股價指示 一方面,另外還要加快改革 國企改革不效 A 企業效率不提高 對股市和整個國民經濟都會產生負面影響 連日來股市經過持續且快速的大幅度下跌 市場風險相對會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釋放 長遠來看 我國的A 股市場的確存在投資價值 但是投資者應該具有獨立的思考以及判斷 理性地看待目前的市場股值 許保利稱,李敢指出 對於央企來說 下一步在資本市場上應從多方面注意 第二,首先,要注意增持股票的問題 要從大局出發 把維護資本市場穩定放在第一位 其次,要注意央企市值管理問題 盡量拿效益 第三是拿改革 並進行全面推進 只有釋放了改革行李 才能給予股市真正有效的價值預期 最後,如何利用資本市場的資源 提高配置資本市場資源的效率 亦是個新挑戰、新課題 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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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要注意 第四位 沒問題